就是离癌的病友 然后让他们只要 他们体内的压力荷膜 就会降低 免疫球蛋白就会升高 莫扎特 KV448 可以救失眠 结果他听了以后 放松 就是入睡就变得很快 研究说 如果你有真的做 这五种活动的话 那就有助于来舒缓 负面情绪 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医学期刊 里面不乱讲话的 他跟你说 音乐疗法 艺术疗法 跳舞 武术 或者是戏剧 这五项活动 你有好好做 就可以来帮你减轻 相关的身心症状 帮你减缓忧郁 所以今天我们就找来了 所谓的音乐治疗师 请问你在做些什么的 我平常主要是跟儿童工作的 但音乐治疗的领域 其实非常的广 音乐治疗主要是有 需要一个铁三角 就是需要有 有执照的音乐治疗师 与研究实证过的音乐方法 做介入 然后有个案或参与者 才会称之为音乐治疗 我们先来问一下 到底 我们这五种活动 而且你自己 有没有亲身感受过它真的有效 或者是没效过 我其实是唱合唱唱了很久很久 因为讲音乐疗法 我唱合唱唱了39年 所以你会发现我声音很大声 对不对 就很健康 每一次唱完歌以后 我就会发现我已经用了全身的力气 去做运动 而且五脏六伏都动到了 然后你必须要把气拉得很长 然后让自己可以把那个音量可以表现出来 而且唱歌会有情绪的抒发 在抒发的过程里面 你会跟着歌曲快乐 悲伤 重点是唱了这么久 我真的发现我 我越唱精神越好 那这个是在音乐上面 我不是只有在我自己印证了 说健康上面的这个疗愈只有音乐 我女儿更明显 怎么说 她昨天还跟我发脾气 人跑了乱去 她昨天 我只说她两句 她竟然生气了就哭 我就想说你哭什么东西 然后我看她哭得很惨的时候 我还不敢说话了 结果我看她在干嘛 她在画画 她就在画画 我说你怎么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做好 所以妈妈生气了 可是我没有骂你啊 所以我就画画 让自己情绪稳定下来 那你现在好多了吗 我好多了 她就喜欢用画画 好特别 我就想到 她那时候17岁得血癌的时候 在医院里面 然后在医院里面呢 很无聊 因为治疗你不能够离太远 而且是隔离治疗 整天24小时 我们有八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子一直在医院里头待着 医生来卫教说 治疗期间啊 有一些东西不要吃 生冷的啊 不能碰啊 不能怎么样 尤其是海鲜啊 鱼啊 螃蟹这些东西 那她无聊 就在那个病房里面画缠绕画 我就站在旁边看 你在画什么东西 没有啊 无聊 随便画 画着画着 我拿起来一看 怎么会有螃蟹 怎么会有鱼 我就在想好有趣 她想吃 非把她画出来 那个潜意识 你叫她不能做的事情 你跟她讲说 你现在不可以吃的东西 她就把它画出来 但是我看到她 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个缠绕画 她觉得很能够打发她的时间 也能够转移她的注意力 仿佛对她的治疗 好像也很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很酷 我们儿姐两个亲身经验 都还蛮说服人的 一个是绘画 一个是音乐 所以这个也是 跟身心科怎么样去搭配呢 你们觉得有用的地方在哪 我先呼应那个儿姐 唱歌这件事情 刚才我们有在聊 然后我去翻了一下 有一个英国研究 他找了193位 就是离癌的病友 然后让他们只要 他们体内的压力荷膜 就会降低 免疫球蛋白就会升高 其实癌友 他们最需要免疫球蛋白 去对抗癌细胞 那么最怕压力太大 导致他们在治疗过程里面崩溃 所以可以让他们 就是说身心比较放松 抵抗力还可以增加 所以唱歌的确是有帮助的 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段音乐 这个是有科学实证的 就是癫痫的患者 他们不用吃抗癫痫药物 也可以降低他们的癫痫发作 那我先让大家听这一首音乐 很像我平常给我儿子听的音乐 催眠歌不自觉的 你就会摇头晃脑起来 你就会跟着音乐 你肢体就自然会动 好 这我揭晓一下 其实它就是莫扎特的KV-448 那这个是最近的研究 它是找了16名 有癫痫的患者 那吃药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听了这个音乐 去测他们的脑波 癫痫的脑波 它是会下降的 之前也有研究的是 那已经昏迷的患者 然后他也会癫痫发作 即便他不清醒 但是他听了KV-448 这个慢版的乐章 他的癫痫也会下来 那过去我因为知道 它有这个作用 所以我们有一些失眠的患者 我就说 你如果不排斥听音乐的话 你睡前就给自己听这一段 莫扎特 KV-448 可以救失眠 结果他听了以后 放松 就是入睡就变得很快 因为脑波下降了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大家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 适合你的乐端 然后去帮助自己放松 那我也要强调 就是音乐治疗 我有跟音乐治疗师 有讨论过 不是说古典音乐才能放松 基本上你只要找到 让你觉得舒服的音乐 我这边再举一个例子 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有玩音乐 我有去学那个套鼓 那学套鼓以后 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 Heavy Metal 就是那个重音 这个也能够 这一次你搞Bang 这个有一个厂商 它有一个系列叫做舞蹈馆 然后它有一个键 一按上去就是重低音 而且我戴的那个耳机 是不可以走在街上听的 因为一带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 念书的时候 我在宿舍这样带着听 然后就睡着了 我隔壁的室友 因为我们那时候隔音 做得没有很好 隔壁的室友跑来 他说奇怪 什么声音那么吵 让我都不能念书 结果我看到 我听这个音乐睡着了 这代表什么呢 凡是可以让你放松的音乐 就是你的音乐治疗的素材 不见得要某一个乐端 好 找对自己的方法 很有趣 音乐治疗老师你怎么看呢 他说不是这种特殊的 怎么一定要古典乐 才能够反映 对不对 原来任何一种音乐 你喜欢听 都可以达到保健身心的功效 是 没错 我刚刚有跟郑医师聊过 就是其实我自己 私底下很喜欢听一些 就是也是摇滚乐这样 然后我甚至是听快歌写作业的 对 所以你都不会伤心啊 因为伤心的人别听了 这是冷笑话吗 对 因为他平常 其实他以前是学古典的 对 其实如果你自己平常 就是接触很多古典 你休息的时候 事实上你不会想要听古典 我们刚刚有讲了 伤心的人别听 满歌 因为好像会产上家产 但这是真的吗 其实有所谓的正向的聆听 或负向的聆听 但其实我不太说这两个 我会说这是比较健康的聆听方式 跟所谓的比较没有这么健康 那什么是健康的聆听的方式呢 健康的聆听是 我今天聆听这个音乐 会让我的身心感到放松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 有一点点鼓舞的力量 继续往前走的 这个会是比较健康的方式 那什么是比较不健康的聆听方式 不健康的聆听方式 我知道 就是以前选秀节目 杨宗伟唱得很惨的时候 然后就会看到旁边有那个 观众落泪 这个是不是 对 有一点像这个 比如说 但如果说杨宗伟的歌连续 在重康 然后旁边就会有人哭 这个是应该不太健康吧 其实我们看了都会觉得好痛苦 其实你会被音乐感染 因为它的节奏跟情境 是会感染的 所以像是我们在做 不健康的音乐聆听的时候 就会说 比如说他可能听一首歌 有些人在失恋的状况下 需要一首失恋的歌陪伴自己 他每重复听一次这首歌 他对自己的身心状况的影响 会是 两倍到三倍的影响 对 就真的产上加产 这个叫 有两个字叫做 单逆 找歌来折磨自己 对 就是这个概念 他在享受那个虐待自己的感觉 因为他喜欢自虐 他需要这个过程 可是如果真的很悲伤 因为经过这样的自虐 然后把悲伤哭出来 或者发泄出来 然后自己反而觉得很舒服 是不是也可以 这就是正面的灵魂 这就是正面 对 面吗 所以其实是看 就是我不是说只看单一的 不是说听副唱的就不好 或是听难过的音乐就不好 而是看整体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好的